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先问一个跟两个部会有关的 有关侨民的需求 刚才我听了外交部的报告 台湾的防疫是全世界有目共睹 对于那么多国家 我们都做了很多医疗方面的资源或者协助 但是我们有200万侨民跟侨生 我在4月27号咨询侨委会 能不能提供是因为巴拉圭侨社 给本席办公室的反应 侨民需要公卫咨询 或者线上诊疗的这种资源 4月30号外交部正式公文回复给我 已经发函给侨委会协调卫福部办理 5月7号本席在这里咨询卫福部 可不可以做得到 卫福部给我的回应是没有问题 上个礼拜5月21号 我再次咨询外交部跟卫福部 能不能做得到 到今天没有答案 我想请两个部会 包含今天没有到的侨委会 我当然知道 不同国家之间的医疗政策等等 会有一些需要协调联系的问题 但是200万侨民全世界这么多国家 都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民 我们应不应该照顾他 请正式用书面资料回复本席办公室 什么时候可以具体的做到 请卫福部主回答好吗 好那跟委员报告 目前我们已经协调五家医院 那他们愿意而且可以来做这样子的 在国外的这种所谓的远距的 不管是资商或者是医疗 那当然远距医疗这个部分的话 也要符合他们当立国的一些法令 不过以现在的模式大约是这样子 因为人在国外 那他有一些疾病 也许他本身在国内也有一些病例在 好我想部长简短回来 我是希望知道 这几个部会你们整合之后 什么时候可以做到 当然是渐进式 哪些国家我什么时候可以 开始做这个服务 因为本席办公室 每天接很多桥舍的电话 我希望正式回复他 拿到你们的公文回复他们 好不好 好那五家医院的资料 我们再给委员的办公室 来请外交部能够主折来协助 好不好 是一定 第二个我想请问 我们怎么强化障碍者的照顾 对身心障碍的这些照顾陈情 我不晓得上个礼拜 我们在群贤楼门口 障碍弱势团体的代表在那边 陈情下着大雨 代表118万障碍弱势者 上礼拜本席也在这里咨询了 那么陈时中部长也说 针对这个我们要强化 蔡英文总统就职演说也说过 健康防疫安全网 社会安全网 是必须要尽快补足 我请问上个礼拜 澄清的这些 为服务有没有具体的回应 这个目前身心障碍者 因为如果他符合的是一些 包括是中低收 或者是需要纾困的对象的话 这个我们都是可以来做的 那这个问题应该只是说 他们在接触这一个部分 那是不是有特别要去给他们一些 方便的一些申请 那至于说他本身如果是已经 是属于有工作的 或者甚至是有加入劳保的 这样子的对象的话 那劳动部也有这一些 所谓的安心就业计划 充电再出发的训练计划 这个也是有的 那这个部分的话 那以身心障碍者 那包括是如果他是自行作业的 也都可以去申请 这样这一些 这一些的 的一些纾困的方案 市长我想的是 我晓得卫福部很辛苦 做了不少事 也有一些对身脏弱势团体的 一些补助措施 纾困措施 但是显然不够 所以他们才会冒着大雨 推着轮椅 在街头 成情 请问这种场面 如果各位官员也到现场 情何以堪 我不晓得蔡总统看到没有 这些是真正社会基层 底层 最需要照顾的 当然有法规的限制 我希望能够更具体明确的 给本席办公室一个书面的答案 我好回复他们这些 身脏团体 代表立法院委员 对他们的关心照顾 可以我正式的书面资格 好不好 好 谢谢 接着我想对现在的 身脏资格判定 三月份 卫福部给被监察院纠正 我们现在判定的这个法案条例 显然违背的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 那么我们在2017年的 国际审查结论性意见第十条 也明确定出来 针对这一部分 卫福部可不可以简短回答我一下 这个部分的话 在整个判定的过程当中 当然环境因素的 第一的这一个部分的话 其实是都有做的 只是说这一个因素到底要占整个 综合判断的结果的 这个权数权重要占多少 这目前是没有 没有一个共识 所以这部分还在 就是说我们 我们也委托了这个相关的一些 学术团体在做这个研究 那这个研究成果出来的话 我们也会找这一些团体 大家一起再来坐下来谈 就这样的权数来讲是不是OK 除了身体的这个部分的话 包括环境的这个部分 各自的加权要算多少 最后做出来了综合判断 是可以大家可以接受的 好我希望次长的回答 不要是官样的文书 而是真正落实到 我们晓得 这个两权的平衡 是有为难之处 但是他们这一群人 是真正需要被照顾的 当然如果过了 本来就有 可以的生活条件 你给他也不对 但是这要做一个 横平的权衡 要听听基层的声音 我想希望卫福部 能够在这方面做 你晓不晓得 什么时候要开第二次审查会议 这一个CRPD嘛 对 应该是今年就会 是明年要开第二次 今年就会开始 对开始作业了 我希望台湾是全世界防疫的模范生是个典范 但是不要在身心障碍的照顾上 落成世界的笑柄 请审慎的评估好吗 是 那台湾在这方面的话 其实也不会说比其他的国家差 我希望你做到的结论是 能够得到国际这个评定 而不是次长自己在这里说 好不好 接着我想问问 公共卫生支出经费 能不能够回归公务预算的编列 而不要使用健保的经费 我们知道健保已经势在必行的会 垮台了 收支不平衡很严重 能不能够做到这一部分 其实现在大部分属于公共卫生的这些部分 尤其像这种传染病预防的部分 都是公务预算在支应的 只是由健保代收代付 社长讲这话要负政治责任的 我们所知道的数据是这样子 目前有超过十亿的肾脏病卫教计划 将近十八亿的健保署行政设备与经费 将近百亿的部分扩大吸肝照护治疗计划 这些预算近年都是由健保支出 这是不是正式的数据 像刚刚委员提到像吸肝 因为吸肝它不是打预防针 它就是治疗 所以当然是由健保支出是合理的 它是已经得到吸肝 我想请卫福部更明确的把公务预算 跟健保应该支付的做个明确的划分和立定 下个会期就省预算了 该谁付就谁付 否则健保永远救不起来 健保的亏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牵涉非常多 所以我希望广开沿路 请听基层的声音 倾听各医疗团体的声音 包含医护笔 包含药价的问题 包含就医习惯的问题 所以应该广开沿路 建议不要再闭门决策 否则健保真的救不起来 这是全世界都在看的一件事 希望卫福部好好努力 这是当然的 健保是我们的很大的资产 好 谢谢副委员 谢谢